大家好 我是小连 锁定小连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那大周末的我们继续聊点轻松的话题 还是聊聊这冬奥会 今天看了几条关于冬奥会的新闻 还有素材 那就是强烈的感觉到一个字 那就是乱 乱成一国粥 现在在中国政府 还有很多的中国人做事情 那是完全没有逻辑的 你看看了他半天 你弄不清楚他想干嘛 就是一顿操纵猛如虎 一看原来250 那就是特别像那精神秘刃出来的 你是谁 你想干嘛 你想去哪里 你在哪里 他好像懵的 就是他一通乱搞 搞了半天 然后你问他 喂你想干嘛 他好像 我想干嘛 好像神秘病 他一片空白 我想干嘛 他突然想 我举一个例子 然后昨天 我不是拍了一个视频 聊了个长津湖 长津湖 探讨了这长津湖 与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问题 然后就来了一个好像 他也不像AI 看他留言 那方式 他也确实把我视频看完了 他回的内容 又是那种粉红的内容 他怎么说的呢 所以我强烈感觉到 我们做人做事 一定要有一个明确清晰的目标 你想干嘛 不然就特别像那些250 我中国政府 中国人一样的 他一通乱搞 他就没搞懂自己想干嘛 你看那粉红 他怎么说 他说我就是昨天 那个长津湖那个视频 他说这个宣传有什么不对 他说我们宣传一下 可以团结十几亿人 共同抵御外敌的又亲 里面好几个地方极其混乱 我就以这个为例子 先说这个逻辑的问题 就是你现在想宣传 是吧 你想团结十几亿人 这是你的目的是不是 你的目的想宣传团结十几亿人 那你拍这个长津湖 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你的这个工作 能不能就通过这个长津湖之水门 去年是长津湖 那今年是长津湖之水门桥 这个拍的这个方式 是不是可以达到宣传 就你想宣传团结十几亿人 团不能团结 这目标能不能达到 就是这吴金能不能让十几亿人团结 十几亿人是不是各个有多少人喜欢吴金 有多少人不喜欢吴金 有没有做一个细致的市场调研 能不能就是这个选择 角色的选择 然后这题材的选择 十几亿人里面有几个人 喜欢看长津湖 喜欢看抗美人潮 就是这个题材 都选择 然后你这个是 你是搞宣传 你知道你是搞宣传搞团结的 那这个电影本身 那是不是应该是公费 公费来拍 拍完 大家免费看 是不是一个公益电影的玩意儿 那现在你又是收费的 是吧 那跟你团结又不一致吧 所以做起来 然后说到抵御外敌 抵御外敌 抗美援朝抵御美国 抵御外敌 现在你的外敌是谁 历史上 美国是占领中国领土 美国的远在天边 那远都不得了 所以很多移民海外的华人 曾经有一个华人跟我说 他说日本不行 他说为什么不行 他说离中国太近 还是远一点好 那中国还是近 所以还是美国最远 他说 还离中国越远越好 中国日本还是太近了 所以这美国离这么远 他你说他 他现在想侵略你中国哪一片领土 是吧 就是我想了一下 如果中国有个外敌 我觉得首先 那不是陆地监养的地方 比如塔爹 最近出来新任的一个爹 塔爹 他可能要侵略中国新疆 要小心一点 可能历史上侵略中国领土最多的俄罗斯 要小心点俄罗斯 所以你拍这个题材 首先要抗击塔利班 抗击俄罗斯 甚至朝鲜 要小心 朝鲜有可能 他要恢复长白山的荣光 把中国打 他疯子来的 是不是 他过来把中国东北打过来 所以你看他逻辑极其混乱 你选个题材 你抵抗外敌 还号召团结十几亿人抵抗外敌 抵抗哪个外敌 现在美国要侵略你哪个地方 所以这神经病嘛 所以就整个下来 所以我们先谈这个逻辑问题 很多中国人就是 不要像那精神秘延一样的 搞清楚自己想干嘛 林水你在哪里 再说回冬奥会 要了一个圈 因为我们这个是个轻松视频 要回来举办冬奥会 举办冬奥会的目的是什么 你问他 他真的是很多人搞不清楚 你举办个冬奥会 你想干嘛呀 然后你再对比他这几天出来的新闻 还有他所作所为 你要觉得 哎呀真的 我没说错 真的是250 我举几个方面 可能吧 我帮着小粉红五毛想 举办冬奥会 是不是想振兴体育运动 就是一个产业 作为一个商业目的 我看到很多中国官媒 也在宣传冰雪运动 所以这个国际奥主委 也说中国是个冰雪运动大国 哎呦这个 你看这领导就很开心 对对对 中国的振兴冰雪运动 这冰雪运动还好 商业目的是吧 商业目的可以 这个目的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你如果是个商业目的的话呢 那要考虑支出啊 因为你谈债商就延商嘛 是不是啊 你讨论商业是吧 哎那你支出 因为你他在商业商你要讨论成本 是不是啊 你不计成本 哈哈哈 现在你搞这个 随随便便一砸 几百个亿美元 能够振兴了多少冰雪运动 中国的国土里面 有百分之多少可以搞冰雪运动 有百分之多少的人 对冰雪运动感兴趣 有百分之多少的人 他擅长或者他喜欢 或者他会去搞冰雪运动 所以就是这 这也是回到这 哎呀我们这个做生意啊 如果大家做生意的话 你首先啊做很多事情 你首先有一个详细的市场调研 不要凭空 你看就很多这个朋友啊 确实做生意的 他也是一拍脑袋啊 跟跟 跟我们很多这个 中国政府领导一样的啊 也是一拍脑袋 一想 哎呀觉得这这生意还挺靠谱 他也没有详细的调研 没有 就哎呀 我觉得市场调研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看这日本市场调研就做得很好啊 他确确实实他要在比如要在这里开个店啊 他就找个人啊在这里蹲点啊 然后人流量亲自统计过啊 这人流量车流量啊他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啊 把他出来这里面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 而且现在不是讲这个全球暖化是吧 冰雪运动啊 这这商业目的这这又没看到没看到商业目的啊 或者说换一个目的啊 不不是商业啊 我们不能啊这么肤浅啊啊 就以一点点这个金钱考虑啊 我们得搞一个冬奥会啊是背后是一盘大棋 一盘大棋可能就有一个政治目的 政治目的 哎讲到政治目的那就可以不计成本了吧 啊所以第二个啊 那商业目的看来行不通啊 我们搞政治目的 我们这个是有政治目的的啊 搞个冬奥会我们是一盘大棋 一盘大棋吧 那是什么大棋啊 看他样子啊 我看到这个很多海外华人帮大使馆发短信 也是啊在统战部啊很多部门啊 他也是想宣传什么的啊 中国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国家啊和平友好啊和中国啊通商宽业啊 所以就是哎呦要打造一个很好的国际形象 其实这个就真的不用搞什么冬奥会来搞这个事情 你就平时少搞点赞打啊 那就根本不需要专门搞个冬奥会来证明哦 我中国是和平绝起啊 我中国是很友善 哎呦我觉得真不需要砸这几百亿美元真的 你不就 改变一下你的外交策略 平时不要整整天跟人打架啊 不要不要的 这整个那财政预算也下来了 中国整个支出也下来了啊 平时你看整天要派个船去台湾啊 派个飞机要一个台啊 派个派个船去呃 要一下钓鱼岛啊 派派很多如果在南海造个人工岛岛岛是吧 你这里被砸个几千亿下去 其实也没有什么唠叨 是吧 真打起仗来南海那岛岛就是一个不会动的一个一个航空母舰是吧 那他这就是 就是 你这些搞砸了几千个亿下去 搞了这战狼 搞了之后呢 现在又又砸砸个几百个亿 喂 现在我如果这么说的话 这个冬奥会是不是给战狼擦屁股先 是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哦 你现在砸个几百个亿美元下去 就是给之前的战狼擦屁股 那是不是就之前做的都是错的啊 那你之前都整整天跟人怼什么的 那你那玩意少怼一点 那这里就不用做了 那前面不用做后面不用做冬奥会这几百个亿美元也省了 然后这是你天天不要派战机要台 不要派派船去要钓鱼岛 你要有本事你真打呀 我看他也不敢真打 你有本事你去站着钓鱼岛 你站来试试看 那整天这也浪费钱 那也浪费钱没必要 你就是啥也别干啊 都别干 那不就OK了吗 这是中国人养老问题就解决了 你在这里几千一两千亿美元省下来 是吧 那何必呢 你把这问题制造出来 然后再砸个几百亿美元 哦 我们打造一个和平友好的形象 是吧 制造问题解决问题 哦很伟大 是吧 那里面你看他做的事情 好像又不是这么个目的 你看那里面 有一个荷兰的记者 是吧 被驱赶 这个在报道 被驱赶了 驱赶了之后 最其实最 真的是工作做得很差劲 很差劲 后来也没有任何的记者说明会 或者说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官方通告 去解释这个问题 你哪怕说我这临时工就是一通乱稿 这不代表政府的工作啊 我们政府给给这个记者道歉 没事没事 这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啊 这个临时工我们把它辞掉 也没有任何的就这种工作去做 所以工作也是千仓百口 出来这么个事 其实是一个国际大消化 国际大新闻 但是好像又又没在意 好像没没放在心上算了 这个都已经不管了 其实这就永恒的留在这个北京冬奥会 这一届运动会的一个 你以后那历史上一说出来 哎呦这就北京冬奥会驱赶记者 这永远都会有人记着 是吧 除非就没人记着北京冬奥会 就没人提这个东西 你只要提北京冬奥会 哦那驱赶外国记者 是吧 这个事情其实你应该好好说说 是吧 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情 是吧 所以 这就跟他 你如果你想打造一个和平友好的形象 这好像又不沾边 啊 然后 又又整了个什么解放军 啊 那个齐齐发宝是吧 跟那那玩意儿啊 那那个畜生啊 啊 那那那他他就 我拿他去举举一个火炬 你说这些动作 你想证明什么呢 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就打造一个和平友好的形象吗 哇 像你说他真的是一通操作啊 下来那都是稍操作 呃要不啊 我最后想了一下 哎呀做这么多事情 可能也是个政治做秀了 是吧 那就是做秀做给谁看 而且还不是做给西方人看 啊 如果是政治做秀做做给西方人看 那就是和平友好嘛 哎 我看了一下可能做秀做给谁看 做给做给最高领导啊 习近平看 砸个几百一个美元啊 做下去哦 领导开心啊 就是轰领导开心 没有其他的 搞了半天就是你看他这个套路 商业目的也没有达到政治目的 好像也不是啊 一通乱搞下去 哎呦领导开心 关键是领导开心 哎 做中国搞这些东西真的是 跟还有跟那个俄罗斯啊 俄罗斯这个也可以凑着凑在一起说一下 俄罗斯跟他签了个约 你看这个也是你不知道他想干嘛 签个约干嘛呢 哦 签个约想证明啊 在国际上还是有很强力的盟友 所以这做来做去好像呢 就是轰领导开心 没有什么其他 就就没有达到任何的政治 或者经济的一个实际效果 所以我就觉得特傻逼啊 真的 OK啊 现在要这边 觉得有点意思 电商电源分享 拜拜